所以说这次让两个人去执教南北新秀两支球队应该再也合适不过 再次出场的是北京队的外线总面杀手朱燕熙 最后出场的是大家最熟悉的朱燕熙 星瑞赛的赛场对于郭艾伦来讲并不过转 最后出场的是北京队人气最高的宅小川 山东队的年轻的选手丁燕熙 作为一个90后我们也期待他的本届新瑞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 新瑞赛每节十分钟打四节 这和我们在美之南NBA的时候看的新秀比赛是有不同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 孙东霖的补篮没有受 其实在刚才李南之导所说的非常的贴切 因为先看这球好球 第二次征战兴瑞赛了 郭艾伦感觉非常的娴熟 对你能看出他在场上这种很自如 对 那么其他球员看着又想打又想表演 这次是变上篮为扣篮 整个比赛的场面我觉得应该 按正来讲应该是好看于这个 全明星在正赛 但是今天看开局之后还是多花点劲 对对吧 紧张一点 看又是郭艾伦 三次上篮成功了 郭艾伦的篮本球控制得非常好 郭艾伦 好球 郭艾伦利用他的速度 给予了北方队非常充分的进攻空间 大事叫暂停 那么这个开局14比5的比分 好 刚才我讲的 那么北方队实际上来是非常认真的 因为这里边他的这个从郭艾伦 也包括这个这样 北区快攻又来了 北区快攻除了像郭艾伦刚才那一次 跟上一个行 这次是完全的一次强攻 虽然身体还显得有点单薄 但是发力点是对的 对这个 这个孩子他做动作 运用技术非常合理 自己这队员说 你们不能老头两次 你们不能光上篮 又结果 球员特别的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要 不投三次不投篮 对不起主教练 经理知道提醒 还有曹妍和郭艾伦 这俩也不打 还有天宇祥 还有天宇祥 天宇祥没在场上 对 现在双方这个 怎么讲互相先 郭艾伦好球 好球 这耀川 前面脚步很好 但是球没有打中 天宇航拿到24进攻的机会 那么大家这个进球上 会有些差距 郭艾伦自己脱手 但是郭艾伦 这俩人还真是 有一点目的气 毕竟是队友 这球并没有犯规 二次进攻 翟小川真的 他对篮板球的把握 很敏锐 对 北区 这个最高的壮子 都在下边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 延峰辉在上面 而且这个队员也 非常的灵活 我觉得这还是 进攻速度是一方面 因为进攻 有关 李源宇下场休息 孙东霖上场 打起球来并不是很好用 感觉 看北区的板机 好球又是郭艾伦 郭艾伦就像也是有点像 上了发条拧紧了之后 感觉从开场就不再停了 因为这个场地他太熟了 他已经向你住了 郭艾伦 3分钟命中 直接高峰 可惜 电宇航起跳并不是很充分 而且他这个起跳不是奔着篮筐去的 所以要把这个球接下来 3分钟还是不中 背去 这边郭艾伦准备一打四了 命中 28分 真不一定是给家里人报警啊 有可能是给敏之老 很有可能 那么如果明儿老在场面看的话 郭艾伦现在全队得分队高 30分 在之前搞这个明赛 那么之前也是让很多参加明赛的队员和教练 那么感觉是确实左右为难 那如果让您选的话 您更热义 为了准备 为了准备季游赛那么去缺席这个全明星 我觉得全明星应该让队员更多的去享受 好的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 北区星瑞最终是以105比88的分差 大比分战胜了南区星瑞队 手法保障的经纸 并且在YouTube的指景上